舞蹈精湛据点昂扬 112年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动静态成果展计机优据点志工表扬活动 25日上午在社府馆登场 来自全县43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志工干部超过600多人齐聚交流分享成果 活动首先由黄明芳老师带领与会人员一同舞动健康拉开序幕 接着各社区接力上场展现据点长辈的健康与活力 活动会场有22个据点摊位展出长辈平日参与据点活动的手艺与巧思 并呈设43个据点服务成果 动静皆宜呈现据点多元服务特色 宣达据点服务理念与成效 听我的口号菩萨金赛赛儿据点昂扬 谢谢我们的古灵头 我想刚才进来 特别一开始进来 这个大东上非常的热乎 看每一个 特别是我们这些长者 每个都把那个欢喜的 那个开心的表情都非常的洋溢 似乎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是如此 大家说对不对 那我想这个县长的执政的这个县政推动有很重要一点 就希望呢 老有所踪 其实在退休之后 这个阶段的话 确实很多的这个 从这个渲难 要跪于平淡 很多时候确实 有时候如果掌控的不好 或者是没有安排好 就觉得不知道这一个生活的目的跟方向 那借由这个据点 很多的这个安排跟规划 让大家呢可以再重新投入人群 重新找到生活的重点重心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办你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呢可以来分享 那我想每次看到这个分享 或者是这个表扬呢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除了当然是 我们赞许 还有这一个 特别 要把这个表现好的团队 还有把这个个人呢 给它highlight出来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呢 是大家应该可以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学习 然后互相的观摩 然后接触不管 让自己可以把这个据点的这个工作 可以做得更好 112年据点成果展 即基优据点志工表扬活动 共表扬优等据点即15处 每处优等据点各表扬两位基优志工 甲等据点共20处 各表扬一位基优志工